大家好,我是半品足 今天想要来聊聊猛毒儿,血之珠 在上一集的片尾 艾迪·布洛克在与猛毒成为共生体之后 试着要与彼此相处过日子 同时,艾迪的独立记者生涯也出现了新的波澜 被判了死刑的连续疯狂杀人皇克莱图斯·卡萨迪 特别指名要艾迪·布洛克专访他 警探派翠克·莫里根 想要利用艾迪·布洛克 挖出克莱图斯·卡萨迪没有透露的悬案 因此,让艾迪有机会接触克莱图斯 然而,两人的见面引发了更大的危机 说起来,猛毒这个系列有一个非常奇妙的现象 在2018年第一集上映时 整体的评价并不能算是特别好 当时,连我看了之后 都觉得猛毒的故事有趣 但却有些可惜 但,即使评价不算好 但是电影却有8.56亿美元的营收 叫做不叫好的奇特现象 似乎显示了猛毒的IP实力 延续了《蜘蛛人》系列的高手影 这使得续作《猛毒2》写《蜘蛛婴儿诞生》 而这一次的导演 从《施乐园》的鲁宾·弗莱瑟 换成了安迪·瑟克斯 没错 就是那个演过咕噜 金刚 星球崛起的凯撒 以及星际大战里头的 史诺克的安迪·瑟克斯 而其一堆原班人马阵容 则全数回归 看到这个消息时 我的想法是 看样子这一次猛毒2《蜘蛛蜘蛛》 会有非常多的虚拟角色表演吧 果不其然 猛毒2《蜘蛛蜘蛛》当中 猛毒这个角色的表演能量极为旺盛 如果说上一集猛毒有许多片段 是刘凯·汤姆·哈迪 演出精神错乱的独角戏 这一次猛毒这个虚拟角色的表演时间 就占据了全片的绝大多数 这让猛毒2《蜘蛛�蛛》 因此跑出了有别于其他的美慢改编电影的特色 过往的美慢改编电影 通常身为超级英雄的主角 多半都会卡在那种 一个人在家很寂寞 没有什么人理解他的秘密 导致有苦说不出的套路 但是猛毒2《蜘蛛》 却完全不是这种情形 甚至可以说 大部分的时间 主角爱迪·布洛克 巴不得能一个人静静过日子 原本爱迪·布洛克 在漫画当中就是个反英雄角色 这一点的特质 也体现在电影当中 他虽然有同理心 然而 却也经常展现出自私的一面 因此爱迪这个角色 根本就不会像其他超英雄那样 拥有到处行侠仗义的蒙太奇 电影当中大部分的时刻 都是在讲述 他与猛毒 是两个不得不共生的伙伴 怎么试着与彼此相处 而猛毒 被描述为一个相当容易激动 且动作粗暴的伙伴 跟猛毒相处 房间总是会被搞得乱七八糟 以一个室友来说 他可以说是最糟糕的范例 制作团队明显也是很想强化这一点 所以爱迪布洛克与猛毒在家里头的对话 镜头没有一刻是停止的 原本理应最为舒服安室的环境 竟然变得如此紧绷 身为观众 我得承认我很能同理爱迪布洛克的焦虑 因为连我自己都感到相当的不舒服 爱迪布洛克想要脱离猛毒的心境描述 绝对是具有说服力的 而猛毒这个角色描述 虽然稍嫌刻板 但是也有属于他自己的角色个性 猛毒是一个外星人 只能依附在人的身上才可以存活 只让他没有行动自由 只让成为爱迪布洛克的附属品 无法去想去的地方 无法吃想吃的东西 甚至连人生目标也复之雀如 电影的许多片段 显示出猛毒内心的不平衡 因为爱迪布洛克明明就受到猛毒的帮助 但却并未心存感谢 因此两人争执到最后 就势必要面对考验 有趣的是 猛毒2血蜘蛛 是一部周遭配角意外的相当温情的电影 爱迪周遭的亲朋好友 竟然大部分都知道猛毒的存在 而且还哆嗦包容 他们对待猛毒这个想要吃坏人脑袋的 可怕外星人的态度 竟然都像是在对待一只脾气不好的黑猫死的 这一点倒是跟爱迪家中的惨况意外的相符 上远猫毒的我 已经非常习惯家里头的各种家具物件 会被损毁了 这也使得每当猛毒碰上片中的配角时 故事就会忽然变成家有阿福般的情境喜剧风格 但这也算是电影当中最为轻松的时刻了 因为爱迪只要一回家 我们这些观众就要继续忍受猛毒的暴躁情绪 说完了主角再来聊聊反派吧 这一次电影出现了两位反派 一位是在上一集的结尾就已经出场了克莱图斯卡萨迪 另一位则是克莱图斯的女友 电影的开场就描述了 监孝是一位拥有可以放出高频率音波的特异功能者 与克莱图斯在精神疗养院当中相恋 却因为被遗奸而导致双方离异 克莱图斯在即将受刑前找上爱迪 希望能够利用他的新闻报道讲述自己的故事 然而爱迪与猛毒反而利用他所提供的线索 划出了克莱图斯隐藏的秘密 让悬难破案 并且让自己名利双收 两人因而结怨 在行刑前戏 克莱图斯漏上了爱迪 因此获得了自己的共生体 屠杀 得到屠杀的克莱图斯 因此逃离了监狱 并且找到了自己的爱人法兰西斯 这对鸳鸯大道就此盯上了爱迪 猛毒与屠杀两个共生体 最终仍旧要有一场决战 首先 制作团队找上武迪哈里逊 是演杀人魔克莱图斯 很明显是因为武迪哈里逊 曾演出过奥利佛史东的名作《闪灵杀手》 因此 全片也处处可以看得到 但是与闪灵杀手不同 克莱图斯是个喜欢写诗剧的杀人魔 因此武迪哈里逊 更像是在用自己的表演方式 诠释人魔当中的汉尼巴·莱克特 全片 大概也就武迪哈里逊 是最有表演层次的一位人类角色了 相较之下 另一外反派奸孝 法兰西斯巴瑞森 则显得雷声大于点小 开场花了这么多的时间处理他的过往 然而在被拯救出来之后 剧情却刚刚描述为 因为共生体屠杀与猛毒 同样害怕高频率音波 因此 屠杀无时无刻都在警告 让那个女人闭嘴 这段剧情其实还颇有意思的 我在看的时候一直在思索 制作群难道想要述说 有实力战胜男性的女性被压抑的讯息 然而就算如此 这个讯息 就像是一个没有获得解答的支线 猛毒而写之珠 最终讲述的主旨 仍旧是伙伴之间的互相包容 所以故事最后 仍是让艾迪与猛毒 对上屠杀的对决作为结尾 奸笑则像是每隔几回合 就对战场做出无差别攻击的NPC 只要这女人一尖叫 雷台上的两位选手就得痛苦的中场休息 这一点意外的还颇去娱乐性 总体而言 猛毒而写蜘蛛的影片节奏相当的快 故事的发展也颇为快速 极端战斗场面的效果猎奇且炫目 但有好几段的故事衔接有些逻辑障碍 但整体而言并不影响叙事 电影的视觉风格 明显是想要回归早期山姆雷米版蜘蛛人 带有黑色魔幻的漫画视觉风格 有好几幕 也的确做得很有山姆雷米作品的味道 这是一部讲述伙伴关系的反超级英雄电影 依赖的是观众对于猛毒这个经典角色 与汤姆哈迪的魅力 如果你欣赏汤姆哈迪 欣赏五敌哈里逊 那你可以好好欣赏猛毒尔 邪蜘蛛 最后 这部电影有一个隐藏片尾 讲述的讯息是个大事件 如果你喜欢看美漫改编电影的话 千万不要错过 感谢您的收看 喜欢的话欢迎订阅频道哦